大家好,我是明仙 早起5分钟就能做好的呛锅鸡蛋面 味道真的太脏了 简单快速 再搭配这款油焖笋 好吃的停不下来 这款油焖笋是混化灰移的油焖笋 我尝了一下它的味道真的很好 配料表很干净 就是雷笋植物油酿造酱油 它是由新鲜的竹笋熬制8个小时以上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脆嫩 接下来开始煮面条 准备一颗自己喜欢吃的青菜切小块 再准备两颗迷人的葱切成小葱花 切好换一起 碗中打入两个正经的鸡蛋 用筷子葱混的打散 使蛋清蛋黄融合在一起 再准备一夹子吃的面条 锅烧热倒入猪油 用猪油煮出来的面会更香 油热倒入鸡蛋叶尖煎 把它煎至定型 用筷子把它划散 把鸡蛋煎熟后用筷子弄碎碎的 接下来倒入一大碗开水呛锅 一定要用开水煮出来的汤才会浓白 水开放入面条煮 用筷子晃拌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调味加入一勺生抽一小勺盐鸡精 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用筷子晃拌均匀把青菜煮至断生 最后放入葱花 倒入一勺胡椒老酒蒸香 把面条煮熟后就可以出锅啦 出锅中玩意即可享受美食啦 这样我的呛锅鸡蛋面就做好啦 真的太好吃了 做法简单营养不简单 五分钟就能搞定 汤汁鲜香浓郁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